SCHFIGUR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元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由万代出品的SHFIGURES Genshin Impact 派蒙 我们万代出品的这个SHF系列的第一座 原神的第一座 派蒙啊 呃 希望不是最后一座吧 哈哈哈 那么包装是简单看一下 但它是魂线 它又有开装设计 那没什么好多说的 那么好的 包装拿走之后呢 就是一层西数 本体就躺在这里面 然后是附赠了三个面雕 两对手型 那么因为派蒙是基本都是飞的 就没有在地上走过 那给万代是给到了一个地台和这个支架 还算是比较稠道 那就这样 来看本体表现吧 好 那么本体拿出来之后呢 简单看一下 那么首先是叠甲环节 那个人认为呢 那这一次整体的这个做工 尤其是白色的发色呢 是偏黄了 对比游戏 还有官图来说 我认为是这个偏黄了一点 尤其是头发呢 哎 这次头发它做的 基本是没涂装的 它就成型色 加一丢丢消光 然后就给你甩上来了 然后头部这里 这个环呢 它还是给你和前发做在一起的 就这么一个地方给你进行一个连接 所以还是挺容易断的吧 如果经常把玩的话 那整体的这个身体部分 这个铜色涂装还算是有涂的 不过细节部分是偏肉的 而且有些地方分色也是偏肉的 就不是这么的精细了吧 那么在背部 它这个 应该是什么 围巾还是披风方面呢 则是一个一应处理 就不像游戏里 是动态啊 废话 这玩具也不可能说动态 那是有一层渐变涂装的 然后是软胶 内部也是有一些的 再来看看可动吧 首先是头部 然后是胶 基本是没有了 那就手臂 手臂平举 往前 往后 曲肘 90度刚好嘛 然后也有这个球形关节 可以给你进行这个平转 然后手形是一个球形连接 那么下半身这里 踢腿基本是靠 肛部这块零件进行了可动 不过还是很别扭的 然后 基本是这样子 然后 腿这里呢就是 可以360度旋转 然后 曲膝 因为这个装饰的原因 所以基本是受不到曲膝 不过它好像也是有做平转 可以 尽量到90度的曲膝吧 然后小腿这里 又做一些可动 又做一些可动 不过这次就没有给到脚尖了 左右 基本也是有一些的 那么 派蒙的可动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比较少的 手型部分呢就给到了两对 一对这个 五指张开 一对是这个四指握拳 然后拇指伸出一个造型 那再加上本体的一个放松手型 就是三对手 面雕呢加上本体一共是四对 分别是笑脸 认真脸 无语脸 以及 网友看的一个微笑脸 然后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总的来说呢 这款 原神第一款的这个派蒙啊 这个我给的评分五分 2.8 及格线以下 怎么说呢 所以说它是原第一款 不过它这个 做工来说 出货后的色查 又是这个可动比较桌截 然后 然后又是这个涂装不咋地 所以说我这款没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 质感 还是比较焦的 你们视频看不出来 我这里看的是比较 焦的 那我给到这个中下水准 已经算是很高评价了啊 不要喷我 我要叠甲 妈的我原神开服 七笑了 还有一个说法 怎么说呢 就如果它是 一百多 两百出头啊 我还可以理解一下 哇一上来就是三只头 这个是否有一点 呃 这个中等水平呢 就不会很好 差的是占大多数 那么这一款出了之后 是这个数字 虽说 想骂 但是也算是在意料之中的 就是这个样子 本期视频请过参考一下 购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本期视频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点关注 到点赞 投资收藏一键三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啥喽